你跟我说这些 现在有这般神态 你就不怕我做些什么 早就被你欺负惯了 所以我要真做些什么 你也不拦着 都这样了你还不信吗 好 那把你左手里的东西 给我看一眼 从上车的时候 你手里就藏着这簪子 是我多喜欢 大人是在嘲笑我无知无能吗 我明白你 大人自然什么都明白 被关在地牢深处 不见天日生死难测 每天就在担忧明天 不知道会怎么样 这种忐忑最是难熬 现在虽然踏上回北极的路了 你看偏偏押韵的人是我 牛拦截自杀 毕竟你有残余 你当然会担心我报复你 路上害你 但你一个弱女子能做什么 你只能像刚才那样讨好我 你觉得讨好我就能换取一线生机 对吗 你怕我受性大发 所以你手里边握着它不放 因为此时此刻 这就是你唯一的依靠 但你我心里都明白 你不可能拿它刺我的 你不敢 你害怕伤我 你一旦弄伤我 你就没有生路了 你也不敢拿它刺你自己 因为你不想死 对吗 我说得对吗 既不能刺我 也不能自尽 既然如此 留着它干什么用啊 生死都被掌控在别人手中 生死都被掌控在别人手中 我知道你很无力 我也知道你很健好 莉莉姑娘 是这世道的错 两国纷争 把一个弱女子逼成这样 我真的明白你 哭吧 哭吧 想哭何必忍着 看什么看 赶快刑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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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